人家读书要钱 这宋一辰 要命 小姐 陈先生来了 陈先生 这是什么西北风 把您给吹来了 何苏苏 三日后的出世 你若是进不了前三名 我便将那一夜之时告知官府 好自为之 先生 您先坐下来听我说 你看我 我真的已经好好努力在读书了 但是 这读书已是吧 它不是一朝一夕 所以它就能学得会记得住的呀 你就放过我 你觉得呢 我才去了几天学堂啊 你就让我考入前三 要不然 你报官吧 反正抓我 早死早潮生 既然你愿意 那 我现在就带你去报官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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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玩笑的 我要是不怕死的话 我还读什么书啊 你好自为之 属下见过卫兽大人 我去 你们拿我这儿当什么地儿了 大白天老有男人进出 你呀 那个 没什么事别白天来啊 被别人看见了不太好 回大人 属下得知您是新任的流经卫兽 所以立刻前来报到 还望大人见谅 流经卫兽 听名字应该是天使国里 所有刘金国奸细的老大 罢了 我们刘金卫藏于天使国中 最好不要白天行动 有什么事情可以当铺联络 是 那下官近日可有任务 本大人想了一想 确实有重要的任务 要托付给你们 三日后 尼瓦学堂出事 你们无论如何 都要帮我拿到 前三甲的名词 是 今日初试 考题为天使国与泥塑史 需以天使国与泥塑之间的渊源 进行撰写 考试没有标准的正确答案 一切以我的评分做标准 他说多少分就多少分 那他想害我 岂不是太容易了 还好我早有准备 凡是作弊者 一律逐出血堂 何苏苏 记住了吗 记住了记住了 绝不作弊 开始答题 出事时间为一个时辰 绝不作异 绝不作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我吵吵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先生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还没来得及抄呢 如此投机取巧 真是朽木不可调刑 陈先生 我真的没抄 这书都不是我的 不信你看吗 早知道就不该救你 弄得现在这么被动 算了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大不了就抓进官府呗 说不定死了就能回去了 人生自古 谁无死 或轻于红毛 或重于泰山 横树都是死了 看来现在只能赌一把了 要赌 我们就赌把大的 今天怎是这般模样 臣愚钝 越发不理解刘经国到底想要做什么 说说看 这何苏苏是刘经卫之手 却只因我看见他杀人灭狗 就处处听命于我 此举极不合理 臣之前身受重伤 他本可杀我灭狗 以逃脱罪名 可却又救了我 此举更为不合理 听你这么说 朕倒觉得 他不是刘经国的内奸 这一系列的误会 只不过是巧合罢了 想要知道何苏苏究竟是不是间隙 还有一个办法 有没有人 给本姑娘出来 就你一个人啊 回大人 其他刘经卫如今正潜伏在尼瓦学堂 为大人解决出事进入前三甲一事 我是考试作弊判了零分 你们这样都能让我进前三甲 属下不能保证您进入前三甲 但可以保证其他人也无法进入 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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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问题想请教您 密火 这尼瓦学堂 怎么也是天使国镇国学堂 你们刘经国 可以随随便便就能进了 大人 是咱们刘经国 对对对 咱们刘经国 要想不被天使国的人发现 任何时候说话都要小心 就你这觉悟 活不过三级就得被抓 大人说得是 刘经国早已在尼瓦学堂中 安插了许多眼线 自然将卷子 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全部毁掉 卷子全部被毁 那考试自然就不能做书 到时候肯定会同考 只要能进入前三家 自然就不会被宋依晨 举报抓进官府了 表现不错 等回到刘经国 重重有赏 老素素 你果真是刘经国见性 你们都先回去吧 把他交给我 大人 您的安危 放心吧 别说宋依晨了 就算十个他 再加上你们 都不是本大人的对手 快走 是 何素素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没话 反正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我认了 你从小便在天使国长大 何时开始为刘经国做事 此言差矣 陈先生 一直都是刘经国为本小姐做事 本小姐从没有为刘经国做过任何事 此事呢 你还得听我盘一盘 这边请 请坐 之前我一屁股坐死个人 你以为我是刘经国奸细 后来呢 他们派人追杀你 被我忽悠走了 结果他们也相信了我是刘经国奸细 还是个首领 现在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刘经国奸细 实话实说 我还真觉得自己带着任务来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少主 苏苏大人在宋依晨面前暴露了自己 苏苏大人武功高强 只怕苏苏苏不是对手 武功高强 你当真愿意帮我们揪出刘经国的所有奸细 这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不然我给你打个样儿 表表中心 怎么表 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也有的是办法 好 不过 我帮你搞定了刘经卫 你要帮我离开天使国 行吧 那我先安排一下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贼窝不见不散 好 何苏苏 我倒要看看 你在耍什么把戏 如今试卷被毁 出事已然不作数 想必会再次测试 到时候我会与何苏苏打成一片 试着从他口中套出大哥的消息 少主 理应外合剿灭天使国 是您唯一竞选流经国主的机会 若是留着何苏苏 只怕最后还是太子殿下的功绩 所以我必然要策反他 让他归顺于我 只有这样 才能彻底铲住大哥 少主 太子殿下的人如何策反 娶他为妻 荣辱与共 小姐 小姐 有人找你 谁找我啊 找我 你高兴成这样干吗 说是你同学姓唐呢 唐 小姐 你快去吧 小姐 快去快去快去 小女啊还是太过顽皮 小姐 小姐 女孩子嘛 小姐 女孩子嘛 还是要疼多一点 蘇蘇啊 星然 你认识吧 认识认识 班草嘛 星然 在尼瓦学堂品学兼优 未来可是我天使国一等一的栋梁之才啊 过奖了 今日特地前来找你 是要跟你一起探讨学习一事 找我探讨 爹 就我这学习 我还有探讨的空间吗 小姐 探讨一下嘛 你认真的 探讨学习嘛 没啥问题 探讨学习总归是好事 是 那你们就好好探讨探讨 我就不打扰了 爹慢走 和宫慢走 你跟他熟吗 你就喜欢他 不熟就不能喜欢啊 小姐 你这话说的 我看小姐 是不懂这些丫头的苦衷 得得得 能喜欢行了吧 不过 但从项目上来说 你俩确实不太般配 小姐 我开玩笑呢 你家小姐 当然希望你们俩在一起啦 这家伙 高松 我来想 好可怕 好可怕 做好可怕 同学有困难 这便是你们的态度吧 没关系 唐某家境贫寒 和小姐务序道歉 家庭条件一般 人品不错 可以深入交流一下 走 苏苏小姐 今日多有叨扰 还请见谅 唐公子哪里的话 苏苏还想让你多来几次呢 请坐 有什么探讨的呢 你就跟馨儿说就可以了 我还有点事 一会儿就回来啊 唐公子 咱们可以开始吗 大人 我等你全部隐藏于街巷之中 若是遇到危险 便会第一时间营救你 是真是假 今日之后一切便会断绝 尼巴饼嘞 尼巴饼 十文钱一个啊 早知道 去该问问暗号是什么了 这想见个面也太难了吧 这么大的天使国 你让我去哪儿找他们吗 尼巴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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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文钱一个 大人 这样你都能看得到我 我 大人有何吩咐 一个时辰之后 叫你这些 会隐身术的兄弟 到当铺开会 是 人呢 人呢 尼巴饼 不知道是我傻 还是你傻 把这群家伙迷晕 交给苏义辰 到时候自然有人使去哪 我也就解脱了 见过渭守大人 大家不必行如此大礼 快快请起 就你们四个 回大人 潜伏在天使国的刘经卫 人数众多 人多眼杂 太容易被人发现 就来了四个 宋医生 会不会觉得我这忠心 表得不明显啊 大人放心 刘经卫共有三处 负责情报 暗杀和侦查 三处的大人全部在此 任何命令 都可以第一时间 传递给所有人 非常好 你们是刘经国的重臣 个个背井离乡 卧薪尝胆 我代表 刘经国的国主呢 敬诸位一辈 刘经永住 万死不辞 刘经永住 万死不辞 该你了 为了早点离开 豁出去 来 我们大家如此团结 那必须此时此刻 要敬上诸位一杯 来 来 刘经永住 万死不辞 刘经永住 万死不辞 干杯 刘经永住 万死不辞 刘经永住 万死不辞 刘经永住 万死不辞 先生 并未发现任何异伤 半个时辰之内 我若还没回来 并立刻通知护城军围剿此处 是 的 刘经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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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